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半 我听说太平街在长沙呢 是非常出名的美食天堂 我们一起去吃饭 出访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太平街 我们来夜游太平街 我们一起去尝试吧 Come on 要我刚刚起了什么 Wish my family 说得太复杂了 啊 你 你是第一个人 哇 好多吃的 这边这样没样子 就过来的特产 这样多就卖的 你就给尝一下 你再往这里吃一下 它是被压扁了 对 怎么鸭扁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哇 这看起来超级啦 这个好好吃啊 这是什么 这是老干妈呀 是什么 干妈 麻豆什么 麻豆梅 麻豆梅啊 毛毛鱼 毛毛鱼是什么 它是什么 肉脯啊 什么是肉脯啊 好奇可欧上线 我在寻找臭豆腐呢 在这条街 应该买什么最好吃 就是最多人吃的是什么 我不记得咋咋咋 好 你带我们啊 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最好吃的 没听出来吗 嗯 有没有一些是现场音乐的地方 哈哈 开心到模糊 香豆腐 好好吃的香豆腐 是吗 嗯 那我们可以买吗 可以可以 好 我们帮你买 一转头银不见了 我们全部买了 好 好 我们送给朋友吃 然后你这个卖完之后就可以下班了吗 谢谢 不会 还有平平安安安花宝采 好 大家好人来 哎 我们大家一样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头发好可爱啊 你有两个便便 小便便 哈哈 全都买了 待会儿送你一份 啊 谢谢 不要客气 这样子阿姨可以收工了嘛 啊 阿姨辛苦了 阿姨说她一整天都没卖得出 就是有缘嘛 这叫有缘 特别啊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喜欢 好 要不要吃豆腐啊 嗯 送你们来来来来 我靠真姐力气 好年轻人你多给他们一点啊 好 阿姨我们刚刚给你够嘛那个钱 刚刚你说一百 然后我们给你三百 哎呀 哇 谢谢 好 给你安安安 那你赶快这个 我又不认识这 我又不知道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 真是圆欢 让她打财 卖完了今天啊 下次再见你啊 拜拜 我们是不是要去另外那一家 OK 今天呢来到这个街呢 这条街叫做 五甲酱 这里呢 有很多很多的小吃都非常好吃的 那他们呢 其中一个介绍呢 就是个香豆腐 不是臭豆腐 是香豆腐哦 我们继续去寻找一些特别的东西咯 你们要不要臭豆腐 终于找到了心心念念的臭豆腐 哦 我开始闻到味道了 蛮香美的 老实说不是我第一次吃 第一次在长沙吃长沙著名的臭豆腐 第一次 诶 你刚刚过来呀 一个香的 一个 一个臭的 哈哈哈哈 哇哦 看起来很辣 那就不给你加辣酱了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好啦 你们走吧 拜拜 谢谢你们 太谢谢你们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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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呢在菜庭街呢 就买到了两种豆腐 臭豆腐 很香豆腐 你看 耶 刚刚买回来 回来饭店吃 因为刚下雨了 所以没办法在路边 可以就是感受到在长沙 这个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要回来这边 来试试看这个豆腐 嗯 鸡蛋很香啊 厚豆腐特别臭 可是臭的来很香 好像一个礼拜 穿的那个袜子 没洗过的 哪种味 哈哈哈 我怎么会知道 哈哈哈 闻起来 吃起来 都像 一个礼拜 没有洗过的袜子 耶 嗯 一模一样 嗯 啊没有吃错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你刚刚把他所有豆腐都买了 而且还请了周围所有的小伙伴 还有路边的朋友都吃了 我刚刚呢就是在 在寻找臭豆腐的时候呢 就碰见这个阿姨呢 在很辛苦的在推她的那个小推车 然后我说好不好吃 她说好吃 可是今天一块都没卖到 然后现在要回家了 我看到呢 然后就说 好阿姨 我来买 你可以下班可以回家了 然后她就 哎呦好开心啊 阿姨就好开心了 突然间旁边就很多人就围着 就变成了她的 好多人就开始想买了 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 我都把它买了 我请你们吃好啊 豆腐对身体非常非常好 也当然了吃所有东西都不能多样哦 今天晚上带我去吃这个臭豆腐的这些年轻人呢 记得要给我留言哦 今天长沙小吃打卡 成功 我只会把这些小吃的小吃们 什么事都不应该 如果我们再来